欢迎来到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一名女子走在斑马线上 却被一辆计程车撞上 伤众不致死亡 死而丈夫指控 肇事的驾驶还带着助听器 质疑法令 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开车上路 来到路口财政准备要过马路 但才走没几步 突然碰一声直接撞到 人已经倒地 这辆计程车 疑似还杀不住 继续往前冲 附近加油站员工听到声音 也跑出来看 帮忙打19叫救护车 地点在新北市中和这个路口 当时是绿灯 富人走在斑马线上 却遭到计程车从左边冲撞上来 甚至一路拖行了五公尺 最后是冲上人行道 才停下来 28岁的花心女子头部重创送医 七天后情况还是不乐观 家属最后决定把管 只是每天都习惯走这条路 搭工车上班 这回却发生意外 肇事的诚信问讲 当时车上有载客 疑似转弯 没减速酿货 丈夫事后才知道 驾驶69岁 还有佩戴助听器 执疑法令 能让这样的人开车上路吗 有重听戴助听器 讲话反应就很迟钝很慢 我就觉得 而且他这个机车車 69岁机车直接驾驶 那我们国家怎么会让这种 反应迟钝的人还开路上 合法的上路 死者丈夫相当悲痛 对驾驶提告过失致死 警方调查诚信问讲 没有喝酒 但针对驾驶 为礼让行人 最高可罚6000元 TV新闻狂见国黄金芬新北市报道 死者跟丈夫结婚不到一年 三月才刚到欧洲度 蜜月旅行却发生遗憾 那么质疑枕边人回不来 是因为问奖佩戴助听器 怎么还能开计程车 其他驾驶班的业者表示说 其实戴助听器 或者是到医院 有做听力检测达标 就可以考照 面对镜头灿秀 一旁妻子吻着脸庞 尽管一旁还有其他观光客在 他们沉浸在两人世界 拍下最甜美的纪念 只是死者和丈夫 三月在欧洲的蜜月旅行 两人认识四年 去年十月结婚 本来还希望十年后 能够二度蜜月 如今只能想象 那我们的每天早上 晚上甚至是见面的时候 都会拥抱亲吻一下 当天早上也是不例外 那就很一态 这些习惯都没有了 吓傻的成分居多 那真的到 嫁祸并忙里面的时候 看到他躺在上面 没有反应才觉得 好像真的要失去他了 再平凡的日常画面 往后只能追忆 二十八岁花姓死者 从事补交夜行政人员 当天出家门过马路 就能搭公车去上班 没有想到发生死亡车祸 丈夫不能接受 佩戴助听器的驾驶 怎么能口驾照 开继承车上路 只要他有助听器 或者说他到医院去 做天力检测 达标 是照规定是可以口罩的 所以只要是年龄 到某一个程度 他的各方面协调 认知 就是记忆 各方面他都会衰退 甚至到某一个动作 他的反应会慢很多 配戴助听器 或到医院检测 听见90分贝以下的声音 两者符合一项 就能考一般驾照 和职业驾照 教练强调 如果驾驶身体机能 退化到一定的程度 认为考驾照 应该要再增加 任职检测 有职业驾照的驾驶 从60岁到70岁 都需要每年的做体检 不过从68岁开始 体检的项目 还有难度都会增加 一旦超过了70岁之后 就算有了职业驾照 也不能够再开营业车辆 教室驾驶69岁 尽管符合规定开车上路 但一时疏忽撞死人妻 行政罚也只能依未离 让行人开罚 美好的家庭就此破灭 希望能透过改善考证的机制 不让类似的汉事再重演 体检新闻综合报导 夫妻感情纠纷 车子撞超商 深蓝色的轿车 停在超商前面 突然白色特斯拉 撞上来把车身撞歪了 这不是车祸意外 是故意撞的 白车倒车又撞 再倒车再撞连续来 前17画面看到副驾驶座 女乘客开门想下车 但是车子猛踩油门又撞上来 前前后后撞了五次 把车撞进了超商 超商落地玻璃碎了一地 桌椅也被往内推 旁边置物栏被推得开来 事发在17号晚间8点多 彰化园林坠加24小时超商前面 深蓝色的宝马 现在店前停下来 车上两人没有下车 似乎在谈话 后来白色特斯拉装上来 白色驾驶是30岁的正姓男子 他跟太太有感情纠纷 太太张姓女子在消姓男子的车上 先生打翻了簇坛子 开车撞上去 冲撞停止之后 太太下车被先生勒住脖子 正姓男子开车冲撞全家超商前 妻子搭乘有人之车辆 现场无人伤亡 今初步了解 本案系感情纠纷 因而导致本件事故 夫妻情感纠纷 太太又在男性有人车上 先生非常的生气 超商前撞车大吵 一直到警方前往处理 三个人都没有受伤 不过车子都撞凹 两车估计维修费用30万 超商被撞破的落地玻璃 店家已经先用木板隔起来 两大片落地玻璃 估计维修费用数万元 打翻醋毯子的先生 狠心冲撞涉及了公共危险 强制罪跟毁损罪 还涉及了家暴 TBS新闻 陈志忠吴淑平 章话报道 先来关心天气 5号台风杜苏瑞 最快周四就会成行 有部分国家的气象预测路径 说会偏向台湾 详细用教育资论记者张雨昕 好 接下来会不会有台风影响我们呢 现在大家关注的是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 气象专家贾欣欣是这样看的 他认为周四周五的时候 就可能会生成台风了 而且周五就有超过八成的几率 目前来看呢 他可能会经过菲律宾的 北边旅宋岛的位置 再到南海 下周一到周三 都是可能影响我们的时候 不过气象局 他们的看法呢 是比较保守的 气象局认为 周四周五的时候呢 这个热带扰动 才可能发展成热带新低气压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 才会生成台风 而根据气象局的资料 这个台风 它应该是在周日跟周一的时候 会经过吕宋岛 也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不过还是要看距离 目前认为影响我们的顶多 就是外围环流 而外围环流会怎么影响我们呢 包括南台湾都要注意 像是花冬跟高平 容易会有震雨 另外台东 恒春半岛 又跟接近台风了 就要注意的是局部大雨了 另外天气风险的分析师 欧宗学 他也提到说 目前还是要看 这个台风距离我们多近 如果真的很靠近的话 例如说它是通过巴士海峡 很可能我们就会发 海上台风警报了 他也提到说 其实目前各国的路径 是蛮分歧的 只要来看欧洲模式 他认为这太平洋高压 牺牲影响我们 是比较大的 而台风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来行动 因此很可能会通过 旅宋岛或者是巴士海峡的位置 不过美国模式 他的看法比较大胆一点 他认为这个台风 可能会沿着台湾的东部北上 然后在北台湾北转 影响我们的范围就更大了 目前他预期 第五号台风 他现在还是热带扰动 预计大概在礼拜三 到礼拜四 他会变成热带性低期 那最快最快 按照现在的速度来看的话 可能是礼拜四或礼拜五 会变成今年第五号台风度输锐 那以现在各个预测模式 来看他的路径来看的话 他的确是比上面一个台风太厉 路径有一点像 但是他位置可能比较偏北一点点 也就是说比较接近旅宋岛 影响台湾最接近的时间点 以现在我们来看欧洲气象模式预报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 他大概是在旅宋岛的北边 然后甚至到巴士海峡附近的地方 通过往西边走 那如果你知道这样的路径来看的话 的确是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是有的 所以可能时间点是在礼拜天到下礼拜一 而这段时间影响会比较大 好 继续来关心极端气候 南韩连日的豪雨发生地下道严重的淹水事故 一辆行进地下道的公车死伤最严重 其中一名罹难者还曾经一度打电话向朋友求救 没想到洪水来得太快来不及逃 而一名公车上的妈妈事发当天 也才打电话提醒儿子要小心 没想到自己遇难 车子行进之处都极其不小浪花 南韩大雨从上周就开始下 这场雨究竟还要下多久 이번 장맛비는 목요일부터 잠시 주춤하겠습니다 하지만 주말부터는 다시 정체전선的影响을 받으면서 全国에 비가 내릴 전망입니다 暴雨不停 南韩各地出现土石流跟洪水災情 救援工作相当困难也很危险 在沁北立川市 因为发生土石流 到现在还有500人无家可归 至于在中清北道 青州市的地下道淹水事件 现在所有失踪者都已经找到 随着罹难者身份被指认出来 更多薪水的故事也曝光了 一位从经济到来的男子表示 事发当天 他的妈妈才和他通了28秒电话 提醒夏大雨出门要特别小心 没想到之后就传来母亲失踪的消息 最后他透过警方照片证实 身穿花洋装的妈妈 搭上了这部死亡公车 另一位家属哭到难以开口 说他的侄女当时和朋友 要到养老院帮长者复健 事发当下还打给朋友求救说 公车里水越来越多 正设法破窗 结果不幸罹难 同样罹难的还有公车司机 据调查 司机一度脱困 但为了拯救乘客 又跑回去 李娜司机因为当时下大雨 想改开地下道 没想到反而踏上死亡之路 同事为他抱不平 致出当下 初始的地下道 根本没有交通管制 홍수警报が 발령��지만 청주市청과 충북都청은 도로 통제를 포함한 적절한 조치를 하지 않은 걸로 드러났습니다 南韩东亚日报披露 警方接获淹水通报 要去处理 却跑错地方 初始的是 1号地下道 警察却跑到 1.3公里远的 2号地下道 延误救难时机 另外不止没有交通管制 地下道附近的 河岸盖桥工程 可能也是意外 发生原因之一 인근 주민들은 임시 재방을 허술하게 만든 게 화근이라고 말합니다 교량 높이 때문에 임시 재방을 기준 특보다 낮게 쌓기는 했지만 地下道附近的 美湖江 发布洪水警报 后4小时 6万吨洪水 就从便地的 臨時堤防 冲过去 才发生意外 专家认为 南韩政府 把预算 花在救災 而不是防災 类似災難 才会不断上演 지자체 예산의 1% 내지 2%는 재난기금으로 매년 정립하게 되어 있어요 그런데 정립하는 예산을 어떤 사고가 났을 때 어떤 예방할 때는 30% 쓰고 복구할 때는 70% 쓰는데 선진국에서는 예방할 때 70% 쓰고 복구하는 데 30% 쓰거든요 그러니까 우리는 복구의 위주지 예방은 소홀히 하는 면이 있습니다 看到来视察的 南韩总统 尹熙岳 灾民 忍不住 激动落泪 紧握 他的手不放 不过尹熙岳 也遭到民众质疑 甚至拿今年 G7峰会前 意大利总理 梅洛尼 为了国内水災 提前回国的案例 痛批尹熙岳 只会做外交 完全不管内政 다만 동시에 야당은 국내 피해가 극심할 때 컨트롤타워가 부재했다는 지적을 이어갔고 여당은 정쟁화 시도를 멈추라면서 심경전을 벌였습니다 면熙岳의 支持度 因为北约峰会 和第一夫人的 功臣自肥嫌疑 已经连两周 下滑 支持度 只剩下 38.1% 这场致命的 淹水災难 恐怕让民众 对他的信心 持续探地 TVBS 新闻 综合报道 中央摧尚局 指出 今年秋季 将形成 强度不弱的 盛音事件 而且除了 今年的高温 炎热之外 2024 明年 还可能比今年 更热 再请允熙 带我们了解 好 大家的感觉 都是今年夏天 好像特别的热 事实上 确实也是如此 因为 今年的6月 全球的高温 是创下 最热6月的记录 而在这之前 其实我们刚 经历了反圣音 持续三年的反圣音 在今年春天 画下了句点 没想到 我们很快 就进入圣音了 今年秋天 预期 这个圣音 就会发展到一个 蛮成熟的状况 事实上 根据西相觉的脸书 是这样介绍的 圣音通常 是从夏季开始发展 到秋冬的时候 最强 然后一路 会延续到 隔年的春天 还有夏天 不过以往 下2014到2016年 这一 两年多的时间 其实 圣音发展的时间 算是蛮长的 不过 圣音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在 圣音发展之后 这是比较成熟的阶段 预期2024年 恐怕会出现一个 极端的高温 圣音线上 怎么影响我们呢 目前专家 是这样看的 在今年的冬天 还有明年的春天 雨可能会比较多 另外今年的冬天 跟明年的春天 天气来说 可能是会比较偏暖的 再来明年的夏天 就要注意了 很可能 在圣音发展 成熟之后 会有极端高温的出现 再来关注的是 俄乌战争 乌克兰发动反攻之后 总共已经夺回了 210平方公里的尸土 过去双方集中在 乌东跟乌南地区作战 而现在俄军 似乎准备要 转换战线 根据乌克兰的情报 俄罗斯集结了 10万大军 还有900多辆坦克 集中对东北部的 哈尔科夫 展开新攻势 俄罗斯公布最新作战影片 重型多关火箭 就定位 炮管抬高 对着乌军位置 一发 接着一发 影片中 俄罗斯国防部 把握机会 售出战果 正值乌军反攻期间 任何成就都很重要 根据乌克兰 东部战线司令 俄军最新集结地点 不是在乌东或南部 而是东北方 哈尔科夫的 酷皮扬斯克 总计10万大军 还有900多辆坦克 在最近几天 不断想要突破 乌克兰防线 俄军专注东北方 或许是因为 巴赫姆克 吃不到天头 乌军过去一周 在巴赫姆特 推进7平方公里 南部东部前线 加起来 反攻开始后 已经夺回 总共210平方公里 土地 乌克兰记者 直及顿内斯克 战场豪钩 不止用耳朵听 无人侦察机 准确定位 再用炮弹回击 指挥官承认 推进速度慢 这可能也是 为什么乌克兰决定 用无人艇 攻击克里米亚 克制大桥 路边歪斜一边 监视人员到现场 剪碎片 侧面角度看 克制大桥明显断了 许多人车子开到桥前 才知道此路不通 还有很多 到克里米亚度假的 俄罗斯游客受困 俄罗斯当局 甚至要求他们 从乌克兰二战区 开车回家 等于冒险靠近前线 大桥预计11月 才会完全修复 不过当地居民 似乎不担心 因为这并不是第一次 克制大桥被攻击 这年十月初大爆炸 恐怕也是 乌克兰吓得手 花40亿美元 盖了桥不到一年 被炸两次 俄罗斯总统普钦 生气了 但大桥两度爆炸 俄罗斯的学生 其实都不知道 反而被要求 换做特别的桌子 上面印着士兵相片 把阵亡俄军捧成英雄 克里姆林宫 继续靠大内宣 让国民支持入侵战争 DV新闻 最后报道 而在克里米亚大桥 被轰炸之后 俄罗斯展开报复 宣布退出黑海股物协议 恐怕再度引发 全球粮食的危机 因为乌克兰是重要的 小麦 玉米 跟葵花 自由的出口国 去年黑海运输路线被截断 就一度造成粮食价格标高 瞄准远处目标 乌军加强火力打击 反攻俄军阵地 一枚炮凳才发射 马上就补来新的弹药 现场的乌兵手脚超快 就是不让俄军有喘息时间 这段大爆炸画面 也是出自乌军之手 一口气将隐身建筑中 俄军弹药全部炸光 这是双方激烈交战之时 乌克兰南部 尼古拉耶夫的农民 百感交集 他们一边忙收成小麦 一边要担心 作物又要送不出去 因为俄罗斯最初 出招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协议 也就是说乌克兰原本可以经由南部港口 一路从黑海到土耳其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路线 又要行不通 俄罗斯给的理由是联合国没有旅行 原本谈好对俄国粮食和化肥的出口条件 但这种说法联合国并不买单 统提俄罗斯又把粮食当武器 根据联合国统计俄乌两国所生产的 小麦就占全球出口量的30% 玉米也占了20% 当中又以葵花籽油量最多 占了高达75% 如果这些统统卡关 等于全球的粮食价格又要上涨 消息曝光后 小麦期货价17号一度上涨约3% 之后回落 因为俄罗斯没把话说死 乌克兰则是气道说 干脆排除俄国 强调没有俄国协议也能进行 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各国接力谴责俄罗斯 而且现在跟预计则 那它会被缺带 从黄色河货荣的进行 Moskow在判断更多人 更多孩子 与死亡 认为这么做 只会让面临饥饿问题的 非洲国家情况更惨 目前索马利亚的小麦批发商 已经挫泪蛋 当地面包业者忧心忡忡 担心原物料上涨 又会恶化同膨 苏丹则是因为本身 还有内战的问题 担心情况变复杂 全球因为俄国的片面举动又要面临粮食危机 联合国估计最严重的情况 恐怕会有4700万人陷于粮食关 过去再写一下乌克兰成功出口3290万吨的农产品 世界粮食计划署 也仰赖这条通道究竟提供 伊索比亚索马利亚和叶门等国物资 尽管乌克兰还能改走陆路或借到他国 但时间成本都会上升 由于中国大陆也是乌克兰国主要外销国 西方国家希望大陆出面协调 选俄罗斯重新加入协议 点新闻 综合报道 国军处义的英式防空飞弹被低调证实 已经由美方买回 用以军援乌克兰 主要兑付的是无人机的部分 而几天下来各方议论纷纷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揭露 美方这个行之有年的运作机制 表示有一套系统 可以让使用美制武器的国家 登陆太除军备跟提出需求 而经过美国的评估之后 买回再转售给需要的股价 守护台湾63年的英式防空飞弹 已经光荣卸甲 不过他的任务未完待续 新的住房地 甚至比台海更加兵凶战危 乌尔冲突第一线 高处有各型战机虎视眈眈 无人机低空突袭也前仆后继 乌克兰虽然已经获得各国层层奥远 但爱国者和刺针飞弹 未必是防空的最佳选项 可以从前面一些乌克兰的战国来看 他用爱国者飞弹去拦截无人机 那这个飞弹我们从Wikipedia里面看 一枚就是130万美金 那你用这个东西两枚去拦一架 10万块美金不到的无人机 其实是个武器的效能 这个CP值蛮低的 俄国的新式的战机 当英式飞弹用雷达看到的时候 他们都会晓得 他们会做动作 然后英式飞弹因为它需要雷达一直罩着 所以很容易就被飞机 cancel掉 就打不到这些能够动的战斗机 可是无人机和巡逸飞弹没有这个系统 所以当英式飞弹看到这些系统的时候 它可以打下来 这算是台湾变相史直原物吗 其实这批英式飞弹产权早已不属于台湾 这个东西在美国叫Access Defense Article EDA 任一个国家有它的武器 如果说它不要了 美国有个系统 就是说你可以上这个系统 写在这个电脑系统上说 我有这些东西 我现在不需要了 然后其他的国家需要的 可以上这个系统 然后看哪个国家有这个东西 经过美国就把这个东西 从一个国家传到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系统有时候整架飞机 也可以卖 不但只是零件那些的 所以对以前中华民国F5和F104 当中华民国需要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全世界 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不用104了 那时候就从不同的国家 经过这种系统 前美国国防官员 揭秘美制武器战略剩余物资 运用规定 类似的案例包括1973年 美方把军援中华民国的F5AB战斗机 收回半数后转赠给南越 或是1980年代台湾筹获F16之前 靠着美国收回当年军援丹麦的18架F1洞4 转卖给我国空军应急 运作的概念 行之永年 既然是二手市场 当然在商言商 如果说我不太除他 我要用 那势必我要排一笔不算小的预算去维护他 那今天如果以现况 把它回收给这个美军 计划在乌克兰上面怎么使用 要怎么去改良 或者是怎么样去整合 那个美军他自然而然会去做这些事情 那第二个 我方又可以得到一笔 不管是未来他是直接入账给我们 还是做未来的军售 可以做一些detectable 就是可以把它扣除掉的 还是做一个怎么样 反正国军会多了一笔的资源可以运用 至于空军的F5EF 除役在即 会不会寻相同途径处理 变数还很多 而后山或是外立岛 英式飞弹除役后的空防缺口 已经事实补上 天宫三的射程就远比现在的英式飞弹射程要大 它的射程如果说对飞机的话 它可能最大的距离可以到200 当然你实际作战上 不可能达到200这么远 但是100多是绝对没问题的 相对来讲 它可以涵盖到海峡中线以东的这个部分 都可以在天宫三的有效防温 也涵盖范围之内 但是原先英式就完全够不到 它可能到 要到对方已经经营到这个经营水域 或甚至到领空之后 我们的英式飞弹才有办法有效的对它进行拦截 面对敌情军力变化 军备另类新陈代谢是时势所趋 特别是我国的防务支出 也还需要更多弹性调度空间 TVBS新闻华少平 叶玉甫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